台湾失职人口近32万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失职议题 出道60年的资深歌手张奇 加上成军70年的古巴大乐团 将举办忘不了我们的歌演唱会 演出所得将捐赠失职症协会 身为失职者家属的张奇 希望国人积极面对失职症 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推广 了解什么叫失职 绝对不是老欢天 现在已经年轻化了 所以我们要多用大脑 一切的苦难都会随着 我们的勇敢跟努力 它会过去的 相信我们的未来 相信我们的现在 我们一定会比一天一天更好 台湾失职政协会指出 其实多唱歌也能延缓失职 早期诊断早期预防 然后早期介入 另外一个就是要早期 就要开始练歌 因为我们唱歌跟说话的 这个脑部的部位是不太相同 所以练歌你把歌背起来了 那将来这个什么都忘记 但是会唱歌 失职症家庭则分享 建立正面态度 同样能享受精彩生活 让大家知道失职不可怕 你只要走出来 我们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当然 生活 作息 各方面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 那生活你就会更精彩 Cnews会轮随目盲台北采访报导